江艳离,我没想干什么,我只是想让你站在我这边而已。 魏无羡,不可能。 江艳离,阿贤,你和前世一样站在我这边不好吗? 你不是喜欢我吗?我让你留在我身边啊。 魏无羡,江艳离,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女人了,你赶紧滚,别逼我动手。 江艳离,阿贤,你逃不掉的,随后失了一个法。 魏无羡,感受到身体的异样,难以置信地看向江艳离,你做了什么? 江艳离,我没做什么,我只是想让你永远陪着我。 魏无羡,江艳离,你可是一个姑娘家,你如此行径,莫不是给你自己蒙羞? 江艳离,蒙羞?如何蒙羞? 没人会知道的。 阿贤,前一世的你就护着师姐,这一世师姐与你有过, 你不是会更会护着师姐了吗? 魏无羡,我不会。 江艳离,你要是再过来,休怪我不客气。 江艳离,不客气。 不知道阿贤你要对师姐如何不客气呢? 魏无羡,江艳离,我没记错的话,你上一世嫁给了金子轩吧。 魏无羡听到守护灵教兰战了, 只要他再拖点时间,蓝战就来了。 再等等,蓝战会来的,江艳离,阿贤,师姐不在意的,子轩也不会在意的。 毕竟,他已经死了,死人又怎么会在意呢? 魏无羡,江艳离,我与你并无任何情谊,就算今日你,我也不会帮你的。 江艳离摇了摇头道,阿贤,你会的,你会帮师姐的。 魏无羡,我不会,你给我放手。 江艳离看着魏无羡难受的样子,缓缓走了几步道, 阿贤,别忍了,多难受啊,让师姐帮你。 魏无羡,我不,你给我滚,给我滚。 说完将永恒剑王手上滑了一道口子,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, 江艳离见此心疼道,阿贤,你怎么还这么对自己呢? 多疼啊。 看似安慰的一句话搭配上此时此景,着实恶心了一把魏无羡, 魏无羡,你给我滚。 江艳离慢慢走近,而外面,蓝望鸡正准备冲进去时, 江丰眠出现了,江丰眠,蓝二公子。 蓝望鸡,江丰眠,江丰眠,蓝二公子,还是不要进去了, 毕竟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 蓝望鸡见江丰眠一人在此,又想起了江艳离,江丰眠,你的女儿呢? 江丰眠,自是在与阿英交流感情。 蓝望鸡突然想到什么,怒道,江丰眠你,给我滚开。 江丰眠,恕难从命。 此时守护灵传言道,蓝望鸡,阿英流血了。 江丰眠还要对阿英动手,你快来啊。 蓝望鸡冷冷看着江丰眠,这是你自找的。 里面,守护灵见江丰眠要碰到阿英了,立即出手升起屏障, 并重伤江丰眠。 江丰眠被狠狠击中,撞向树干昏迷。 随后守护灵查看阿英的情况,给魏无羡疗伤并轻声道。 都怪姐姐,都怪姐姐伶俐不知,阿英才会受伤。 你放心,蓝望鸡快来了,快来了。 魏无羡,姐姐,你刚刚是在帮我缓解江丰眠的药物吧? 不然,我怎么能撑这么久? 守护灵,我没想到她的术法既然如此厉害,我魏无羡,谢谢姐姐。 守护灵,你怎么那么傻,还划了自己一刀,不痛吗? 魏无羡,刚刚将燕离又用了法力,我明显感到不适。 守护灵,好了好了,别说话了,我感受到了,蓝望鸡就在外面,你现在别说话,她快进来了。 魏无羡,蓝战来了呀。 守护灵,是啊,你的道旅来了,咱们再等等好不好。 魏无羡,好。 蓝望鸡重伤江丰眠冲进来的时候,看到的就是躺在地上虚弱不堪的魏无羡,而手上的伤口虽然没有流血了,但仍旧触目惊心。 蓝望鸡,魏英。 魏无羡,蓝战,我无事。 随后看到的是江丰眠气喘吁吁地进来,看着蓝望鸡的眼里充满愤恨,又看向江燕离,终究还是喊出了一句,阿黎。 魏无羡虚弱地看着眼前的两个跳梁小丑,痴笑道,看来是没有如了江宗主的愿了。 江丰眠,魏公子,小女心悦你已久,所以做出了点错事。 魏无羡看着江丰眠满是嘲讽道,心悦已久,犯了点错事。 我说江丰眠,你说话都不打点草稿,这么久了,谁不知道江燕离对金子轩芳心暗许。 而且,你们金江可是有婚约在先。 再者,上次江燕离可还趴在金子轩身上哭着控诉我为何杀了她的夫君呢? 你告诉我她对我心悦已久。 你说话还真是可笑呢。 江丰眠瞬间冷汗直流道,绝无此事,阿里她与金子轩的婚约早已解除,更何况尚一世。 阿里与你关系匪浅,对你有男女间的情感自是也无法避免。 毕竟,你那时候可不是阿里的亲弟弟。 魏无羡,看来江宗主是一定要把这锅给我盖上了是吗? 言语中透露着狠利,江丰眠看着虚弱的魏无羡冷笑道, 魏公子,你这是何苦? 我知道你喜欢小女,只要你一句话,小女随时可以成为你的夫人啊。 蓝忘机表情很利,眼神死死盯着江丰眠,魏无羡文言差点吐出来,江丰眠,你做梦呢? 我喜欢江燕离,笑死,也不看她配不配。 江宗主这般莫不是看我此时虚弱,认为我会容忍。 江宗主一耶,是了,她就是看中魏无羡的心软。 再者,上一世的魏无羡不就是心软又知恩图报,才会被自家吃得死死的吗? 我就不明白了。 上一世都鞠躬尽瘁了,这一世为何不能? 江丰眠,魏公子,小女与你相处这么长时间,谁知有没有发生什么? 再者,如若传出去,小女名声也不保了,不如魏无羡,你做梦。 我就算是死,也不会取江燕离。 再者,你的女儿嫁不出去,关我什么事? 她就算是死了,也与我无关。 江丰眠慌了,魏公子。 小女与你,可是孤男寡女,相处如此长的时间,再者你可是中了魏无羡,中了。 中了什么? 蓝忘鸡,魏英,他们对你下药。 魏无羡给了她一个安抚的眼神道,蓝湛,我暂时无事,你别担心。 江丰眠看着魏无羡苍苍白的脸色大惊道,你的术法还没解。 不可能,你和阿黎待了这么长时间,你怎么可能撑得住? 不可能,绝对不可能。 随后,看向江燕离,衣物完整,并无撕扯的痕迹。 可是,怎么可能,中了此束法,飞航房式不可解。 阿黎一个女子在魏无羡面前,魏无羡怎么会无动于众? 魏无羡,看来,江宗主并没有听清我之前说的话。 江丰眠,什么话? 魏无羡,我说,看来是没有如了江宗主的愿呢。 江丰眠瞳孔震惊,刚刚进来的时候,自己在想什么? 是看到阿黎在地上,以为是阿黎成功了,只是被发现了,但是至少还是得逞了。 所以也没有去看衣物是否完整,再者,自己身为父亲,看那里终究不变。 所以满怀着得逞的侥幸,可是没有想到,魏无羡居然能撑住。 江丰眠,魏无羡,你对阿黎当真没有一点想法吗? 为何你会? 魏无羡吃笑道,江丰眠,你为何觉得江燕离会吸引我? 或者可以这样说,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对江燕离有想法? 江丰眠,上一世你魏无羡,真是够了。 别总提上一世,江丰眠,上一世我也是听到些事情的,我清楚地理解。 我对江燕离从始至终只有师姐与师弟的情感,并无愉悦。 如果说是喜欢的话,那我钟情的也只有会有一人。